現在我們來示範貼紙的對位 在做貼紙的對位的時候 這些都是我們要在電腦上面去畫的圖案 那電腦畫的時候呢 我們用軟體自動會產生這四個對位角 這四個對位角是因為當我們把紙擺上機台的時候 這張紙的角度還有位置是不特定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四個角線 可以知道我們的紙放在哪裡 那當我們把紙擺在機台上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 紙的 左右兩顆紙的壓直輪 必須比腳線還要再靠左右兩側 這個輪子如果在紙的壓直輪的內側 這個角是對不到的 所以輪子一定要在外側 相對這個輪子也是 但是當移動輪子的時候還要注意 輪子的下方都有粗糙的噴砂輪 所以輪子的上方都有黑色的對位點 來作為我們的記號 都有黑色的對位點作為我們的記號 所以以這個紙的案例來講 我們擺設的方式把兩個輪子壓在腳線的 外側 左右兩側 這樣來講我們才能夠對到 那固定好輪子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要留意點 紙 可能可以大概放 但是也不能歪的太嚴重 因為等一下割的時候這個紙會往前 當我紙往前的時候 到後面 這個輪子仍舊必須在腳線的外側 如果說它跑到內側去 這個腳也會產生對不到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部分 要控制在兩個輪子的 兩個輪子要在腳線的外側 同時第二個問題 機器呢 這邊有個 眼睛 這個眼睛是Sensor Sensor用來判斷紙的前端 這個位置的後方這裡 同時也還有一個Sensor 這個Sensor來講的話呢 它用來判斷的是我們紙的 有沒有放紙的這個Sensor 這個Sensor如果沒有壓到紙 它也會以沒有紙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們當我們兩個輪子 壓到我們的紙張 紙往前跑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點 真正割的位置是在這一條 這一條是割的位置 但是當我們紙在往前跑了之後 這個紙 要達到能夠割的狀況 這邊我們必須要留意一段 一般來講 除了這一段之外 這一段的後面 這邊還有一個Sensor 所以我們一般會建議是紙 後面盡量留多一點 或者用卷式的紙也沒有關係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才用不透明的膠帶 把後面這個Sensor貼住 後面這個Sensor把它貼住的話呢 我們紙就可以用比較小張 比較不會有浪費上的情形 好 如同這樣的方式 我們把它遮住 這樣小張紙我們比較能夠使用 那把紙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把壓直桿扣上 壓直桿扣上之後我們按1 這時候機器會測完 紙的右邊跟左邊的輪子 測完這兩個輪子之後 紙會往後退 我們要留意 如果今天是在做對位的話 當紙往後退的時候 刀尖 必須在這個腳線的前方 刀尖必須在腳線的更前方 如果刀尖測完紙之後 是處於這樣的狀態 處於這樣的狀態 刀尖是在這條腳線的後方 則這張對位一定會失敗 刀尖對完紙之後 必須留意 是在前方 當我們這部分完成之後 我們只需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把我們的 刀尖利用方向線移到 我們這個右下角 這個腳線的內側 內圓的這個部分 所以意思是 這個內圓的這個局部 方框裡面 是不能夠有圖案的 這個內圓部分 是不能夠有圖案的 那當我們移到內側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電腦 去發送我們要用的對位資料 當我們對位資料發送完之後 這個地方有個壓制機構 它會去讀取四個腳的位置 當其中的腳讀取失敗 它就會把刀頭移在 停留在那個腳的位置 對完之後它就切割 所以如果沒對準 它絕對不會割 割完之後呢 我們Togo軟體的設定 可以讓割完的地方 是停留在後方 所以你後方如果是連續的 可以接著一直割下去 做整捲的一個 連續的一個對位跟切割